大家好 我是小李 今天我们就来做一个实验 这是两枚伊士尼的二号钩 不知道大家看没看得清 伊士尼二号钩 然后我准备一钩挂蚯蚓 一钩挂耳料 也在拦架单开 看这个野钓实战情况怎么样 看谁钓得多一些 现在耳料一钩蚯蚓 开掉 可以 这是那个种的 蚯蚓种的 比拼第二摊 第二摊 是额料种的 现在比拼第四摊 第四摊 就是额料 3比1了 这只鞭鱼 大家可以看一下 蚯蚓还在 吃了额料 3比1 聊蚯蚓第五摊 3比1了 现在有额料摇摇那些 特别是 colonial摊头 és Granny 会抽到功能 要求平鱼 些额料摊 都是额料摊 整rados 这个草粒还可以 草粒 草棒子 额料重的 4比1 额料领先 蚯蚓额料第六单 这是蚯蚓 蚯蚓种的 继续第七单 额料 额料重的 额料重的刚刚2比4 2比5了 第八单 第八单继续 有口有口 脱了脱了脱了 好可惜 第八单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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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有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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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7比22 这个骑士可以算吊上来的 只是脱钩了而已 7比22 第三十弹 这里中的是大的 旁边中的是大级鱼 板鞋挺大的 可以啊 这只板鞋就可以 挺漂亮的 好放进去了 这个的还重呢 也是机遇 是抽一 123 7比223 我老表倒是这么几次 上去 7-8-24 这是秋银狗 有料狗在上面 继续 10比28 最后一干还是饿料干 蚯蚓干还在这里 10比28 结束战斗 现在就回去了 今天的收获是10比28 然后看一下今天的收获 倒出来看一下 还行吧 大概有个三斤多一点点 还是老样子 这些草鱼就得放生了 这些小草鱼 好多 今天钓了好多条 这草鱼饿备饿的要死了 这里面的 因为没有草吃 来 这几条这些草鱼丢了 这条大鸡鱼就留着 这几条大点的鸡鱼留着 其他的没什么药场 我告诉你 都是这些小鱼鱼了 小鸡鱼不要 就拿着这两条大一点的 这条就放进去了 现在这些就很难回去了 今天最后 耳料和蚯蚓的钓货比是10比28 耳料还是厉害一些 證明在鱼吃耳料的情况下 这耳料钓的确实要比蚯蚓钓的要多很多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是小李 欢迎大家观看